C.O.S C.O.S 講起來是從去三藝 然後龍騰 龍騰這個小村落 去幫忙他們做點事情 那龍騰那邊主要是務農 那有一些休閒 休閒類的 做吃的 做住的 一些經營者 那我那時候是去 幫他們上一堂課程 就是教他們怎麼在 網路的這一塊 怎麼樣去運用 去行銷他們 那那天去上完課 然後我們就去附近走走 然後到那個龍騰斷橋 因為這是一個蠻知名的點 事實上我那天去 也很久沒有去 我小時候有去過 然後有印象 那個橋的樣子 然後也很想再去看看 然後去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樣 那個橋基本上是沒怎麼變的 然後從橋的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場子 好像看起來是可以辦一些小活動在那邊 但是那時候長了很長很高的草 所以有一點形狀 但是不太輕 並不是很很清清楚楚的這樣的一個場地 然後我就跟他們問說 那個地方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他們說是可以辦活動 但是也都沒有人在那裡辦過 那我就主動跟他們說 就開玩笑的提一下 其實算是開玩笑的 因為想說應該不太會被 就是這個點子應該不見得會被他們覺得是OK的 就說那我們來辦一下ROG 你們看看怎麼樣 結果沒有想到 他們竟然跟我講說 欸 蠻有意思的 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對 就是從這個 試試看這件事情 我們就開始去 去真的 就開始去思考它 有沒有可能在山裡面辦一場這樣的ROG 那我們其實覺得說 聽ROG其實就應該去外面 然後在 自然下面 然後曬曬太陽啊 然後在那邊自由的晃蕩 然後買了酒喝啊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我覺得就是音樂季在我們的 在我們心裡應該是那個樣子 就在這個場子裡面 人跟人怎麼去 因為有了音樂季把人結合起來 然後其實我們覺得 好像其實常常每次去參加這種 類似的音樂季都好像是同樂會一樣 然後有點像是 就是都會遇到 就是你也來你也來你也來這樣 又會感覺是 就是需要有這樣子的場子 龍騰那邊的那條舊三線鐵道 然後後來延伸出去 有想過它可以沿著這個鐵道 就是到不同的鄉鎮 然後結合當地的農業 然後再結合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音樂 就是讓大家去認識這些地方 然後更在乎就是在地的一些人文啊 還是土地的部分 那它可能就是我們初步 賦予三線的精神這樣子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沒有音樂機會在教練場辦理 這是最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本來以為教練場是很鳥的地方沒想到這邊起身 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音樂 在台中 噢 OK 所以我認為 Mountain Rock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去推廣 在台中的音樂的音樂 講法的 我覺得就是快樂 來自是好玩 來自是好玩 有感受到 對就是大家玩在一起 然後雖然人不多 但是我覺得剛好就是 因為有很多運動 滑板他們可以玩得很快的 腳踏車也可以騎得很輕鬆 聽樂團的人 你不用這樣擠來擠去 因為我覺得 人多的好處是真的是熱鬧 跟氣氛 但是它的缺點是真的很不舒服 在家你看 你看樂團 你不可以很近的直接感受 或是你要擠來擠去 會有很多困擾 麻煩 剛好這一次我覺得就是 其實人稍早也不錯 就希望他們開心 覺得好玩 你是說要說那個字的嗎 爽 爽 對對對 三天搖滾二停辦 就是代表他本來是要辦的 對 那基本上 其實因為去年辦的 三天搖滾一辦的還蠻好的 那天也很多 就是 苗栗縣政府人也有派染過來看 那看他們也覺得也蠻 也覺得說在苗栗縣裡面 有人會願意來辦這樣子 他們覺得辦的也蠻好 所以在對二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也有積極的把善意 就是有釋放出來 但是七月初就發生了 就是那個大埔 又有似乎人家 就是又要被拆除的事情 那因為我有去參與 去守夜 那 守夜的時候 就常常會覺得說 欸 每次去守夜的時候 人蠻少的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 就有在想說 是不是說 用什麼方法去 服務更多人 注意到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真的 那個時候的心 那時候的 那種心情 就會覺得說 賭藍 就會覺得 會很不想辦這樣 會覺得說 我明明是在抗議你 然後我 我現在也一天到晚來 但是不是為了 Rock的事情 是為了來 抗議你 對 但是 但是 你也不想要怎麼做人 變成好像你會覺得說很奇怪 說很怪 就是說 我可能過幾天 要跟你們的人去開這個的會 對 然後就會很賭藍 所以後來就決定 好 那就 發火就把它停掉 那我們是 因為 另外一個跟活動沒有關係的事情 去停掉它 那其實對雙方上來講 是有點 真的是 其實我們比較 不好意思 對 那也是 有跟他們 後來有意義去說明 對 希望說 不要因為這件事情有什麼 感擾這樣 不要說覺得是我們 好像故意要沖這個湯 對 也希望他們去 去 也把我們心情 去跟他們講 這樣子 但是他們也接納 對 我覺得這是一種 分享 因為我一開始的理念 因為我不是同酬 但是我是造極人 就是發起 要辦 這種類型的活動 但是一開始我沒有什麼 那種頭緒 那一開始是 為了要在這邊做品牌規劃 就是讓這裡 就是算宣傳 然後 教訓班的 定位跟人家不一樣 有區隔性 然後我就有認識 舒淇 因為他是做視傳的嘛 就是做電台的 所以他 可以直接把訊息傳播出去 所以那是他的領域 所以我直接問他 問他以後 我跟他講說我的概念 我想要辦個活動 然後把塗鴉 他就嚴肅帶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跟音樂有關係 然後 我們開始 聊 他就開始介紹 老單給我認識 然後 就大尾也進來 那時候我們應該是要幫 東海嘉峻班 策劃一個 音樂性的活動 後來我們不知道怎麼想一想 就覺得 他竟然在大杜山上 雖然他是海鮮 也是個山 對 對 然後加上 某個大型的音樂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就覺得 台中這樣子下去會讓 就是讓大家會越來越失望 當然我們不是否定那個團隊 我們知道他們的 他們的難處跟努力在哪裡 只是我們就想說 那他們的問題可能就卡在官方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做 試著做一個純民間 然後完全沒有官方資源的音樂技 也許就是因為沒有這些資助 等於沒有這些限制的話 我們是不是能辦得更好 或是說 比較有他原本的味道或精神性這樣子 然後加上我們就想說 第一次三線滿成功的 那乾脆就讓他回家來辦 對 也許這樣在宣傳上 我們也可以 不用再從頭開始這樣 所以就順理成章的 接力實力 在海鮮班的三線搖滾 對啊 怎麼樣 怎麼樣 欸 駕訓班裡面辦Rock 就是對我們來說 可能會覺得是一個梗 但是在別人來看 可能會覺得說 有點扯這樣 對 最早會去 會想 會有機會在這裡辦 主要就是 佳琪他們家裡面 希望可以推廣一下 他們的這一個辦 那希望可以來 請我們來辦一個 我們那時候 其實還不見得說 就是要辦Rock 就是希望我們去辦一個 小活動在那邊 至於活動的形式是什麼 都還沒有想 只是因為 我們就是 從辦活動開始去 發想它的時候 一路想想想想想 到最後變成是 滿山Rock 2 在他們那邊辦 基本上是 連我們自己都覺得 是滿出乎意料的事情 因為當初沒有思考 是在那邊 到最後會在那裡辦 我覺得就是因為 大家有新夥伴進來 然後大家一起去思考 然後討論過後 我覺得說 也好像可以試試看 那就這麼做了 其實有一度 例如說 可能票賣得不好啦 或怎麼樣 其實對我們來講 都 曾經會想 那是不是就算了這樣子 但是 後來也還是會想要 把它 就是一路這樣子 把它做到完 主要還是 很喜歡那種 就是真的在 音樂季裡面 大家去拉雷啊 然後聽聽歌啊 然後 我覺得好像有點像是 整個愛好那種 樂團的這個 在這個文化裡面的 你不管是表演者也好 聽的人也好 它是 好像是一個部分 然後大家就是 透過這個動作 集合起來 就是要這樣子 像我追現 故事可以 我要追求你 太意外了 所以我追求你 聽到你的 聽到你 我會 滑過這世界 總是有些 然後這算是我們第一次來台灣表演的第一月 所以這是蠻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我們從來沒有在 就是駕馴班表演過 所以這也是第一次來駕馴班 駕馴班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它是讓大家開車開車 喔 看真的假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 喔 了解 然後一起開演的話 大部分也都認識 所以覺得蠻好玩的 很多人可以去學習 就你不一定要靠別人 來完成這麼一個活動 就政府啦 或是任何的補助 他們可以靠大家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 把這個活動完成 對 所以這很 我很佩服他們 然後我也跟他們學習 他也很有機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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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嚴格講起來 還是基本上是公部門 是比較多 那我們自己籌的部分 比較少 所以第一屆比較沒有收門票 這方面的一個困難 但是為什麼要去試這樣的事情 因為其實有 還是會覺得說 現在就是 標籤的 大活動 小活動 其實是很多 包括像這兩天 又要 跨年夜了 對 像這種 每到 跨 跨年夜 各地方的 都辦這種 就是 對 找大明星來 常常做 晚會 那這種東西 其實 講起來 一個晚上都要花很多錢 我一直覺得說 這種 呃 花 所有 納稅人的錢 然後把它分配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是有點怪異 對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 然後事實上有很多地方 更需要我們去幫忙 去花錢 我覺得就算我們參加那些 所謂可能工部門辦的免費的活動 其實它並不是不需要錢 只是 那些錢是 可能是我們的 稅金 就是一樣的 只是 民眾不是直接從自己的口袋拿出去 其實也是啦 但是 你就會覺得 因為是別人辦的 那 也許有一些 對 間接 那也許有些活動是直接是企業認購 可是它一樣 它一樣是有經費的 只是 所以其實都要錢 只是 是間接從你口袋拿出來 還是 直接從你口袋拿出來 然後我覺得 表演藝術 不管是樂團 或是舞台劇 或是等等 舞蹈等等 它本來就是一個專業 對於表演者 或樂手來講 那就是它的工作 不管它是業餘 或者是 它就是專職在那工作 所以 當它在工作的時候 它拿到錢 有什麼不對 那我們享受到 它給予我們的 服務 只是它的服務可能是一個無形 是唱歌 是舞蹈 是戲劇 那這不是很正常 很合理的嗎 應該要付費的 一開始三線一的時候 因為我 三線一我沒有參與 但是我知道他們的 概念 他們是 苗栗 苗栗政府 跟他們合作 等於說是 工部門 有出資 他們比較沒有 經費上面的問題 第二個是 我們這邊本來也是想做 不付費 但是我們覺得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 台中 自己的樂團 會過來 是覺得說 對樂團 是一種尊重 是 他們的表演 是需要付費來看 一種支持 對一種支持它 因為很多是台中 在地的 雖然到最後 結局 結局 不是我們想要的 就是有虧錢 那種爽度 完全不會在乎 就是 爽 爽就對了 就是爽 雖然是虧錢 但是你不會覺得 那是一種失敗 你會 我覺得那種 我得到更多 就更快 對 我覺得很有希望大家 都幫忙 那種 那種感覺 很恐慕 很感動 俗過這片野 滑過這世界 總是有些 多明不絕 會繞這空間 我們的一切 是否可實現 其實 我們的音樂其實 比較像是 比較算是 我們自己的心情小平 可能對社會啊 或者對女朋友 我很少就比較 沒有周遭人的故事這樣 只是訴說一下我們的心情 那如果觀眾有中就中 沒有中的話 就想辦法讓他中 這可能 不知道正向開心的 就想讓大家一起玩樂 這樣子 開心的 就是一個開心的感覺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就這樣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的心情這樣吧 嗯 了解 我覺得就是 因為 就是每個人的那種感情上面 其實有時候有很多 有時候是會是雷同的 所以可能就是聽 就是小葛的音樂的人 有時候可以在他的個人 有找到一些就是自己的那種心情 謝謝你 最後 金儀你有代替購買 喔 所以 你捷運代替菩薩 對對對 第一次辦 第一次我們當然就是先從音樂性上去使用 就是在山裡面 我們邀什麼樣的團體來唱歌 會是比較好的 那他的音場怎麼樣去控制是會比較好的 那這個東西是可能是每一屆辦 音樂器都不會變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先花了心思 先在第一屆先來唱 那第二屆其實我們 在那個時候就 思考到說第二屆我們希望是開火車去 那就是因為第一屆我們在這個 把人往裡面接 然後的這件事情上覺得是困擾的 因為大家從各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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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來 然後到三億的那個就是什麼時候到不一定 那你應要大家在同一個段落到 然後搭車的進來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在第二屆的時候可以做到說 例如說我們把它包成一套 然後大家是可以從各個各個點 然後就先集合到三億火車站 然後再從三億火車站 大家老的那個CK124的那個 蒸氣火火車頭然後進來 那樣的我覺得那樣整個在 在整個來看會比較會有FU 那就是第二屆我們希望做的事 第三個段落基本上還是希望可以 做到真的可以在山裡面住 我覺得在山裡面住 有過夜其實就很不一樣 例如說我們去山裡面玩 一天這樣來回 跟有在那邊住一個晚上 然後看著星星 然後聽著那個在 在從 森林裡面都會傳來一些 那些不一樣的那種 會有鳥的聲音啊 或是什麼聲音 我覺得其實在山裡面 其實如果可以把活動 往月晚去拉 基本上人在那邊就是說 把火起了起來 然後圍在那邊 然後聽聽歌 那個其實整個FU是不一樣的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讓人家在山裡面 能停留比較久 那真的可以你有時間 你有空的時候 等於說你不一定一直要在 在那邊挺團 你也可以去附近走 去附近走一走 然後可以跟那個 跟這個聚落 那個 才不會說好像是 只是蜻蜓點 點水似的去一下走人 這樣子 就是可以在那邊待比較久 然後在 因為其實那附近的有很多 山裡面的路 其實走 在裡面走還蠻 還蠻殊殊殊殊的 就真的輕聲去踢 對 然後可以真的去 人家的田裡面看一看啊 去人家家裡跟人家聊 跟人家聊一聊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待久 這些事情才有可能 會出來 因為是一個下午 然後到晚上 可能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 所以 建議在龍騰斷橋岸邊 那時候 就是我們有結合 當地小農的一些產品 然後就是我們有推出一個 那個叫什麼 台灣漢堡 那個是龍騰社區那邊的老師 他們自己製作的 就是他們的麵包是 他們自己 自己栽種的 小麥 然後就用自己搭的搖 做的搖烤麵包 然後加上那個梅干扣肉 就是很在地的 一個客家小吃 然後變得有點創新這樣 然後那一次的精神性就是 讓更多人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認識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點跟 就是跟在地結合這件事情 然後二的話我覺得就是 包括六號病毒是 包括六號病毒是 台中的塗鴉團隊這件事情 還有滑板啊 然後 歐斯基爾 這些東西其實並不是說 他我們要給他一個名詞 比如說他是次文化的 還是說還是什麼 重點是因為他們 都在台中很久了 每一個領域 其實在我覺得在台中 是都是很孤單的 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從我們以前 很多人就是說 都覺得自己是文化城這件事開始 就可以開始反 可是就是 我們所謂的文化城 他到底展現出來是什麼 他可能只是 就是Lady Gaga 然後趴滑落地 你怎麼不知道台中是文化城啊 很早以前的傳說啊 但是我確認 我們現在算是文化沙漠之類的 然後或是 泰迪熊這種 對公部門來說 他是一個漂亮正極的事情 但是 比如說台灣 在台中玩滑板的人 他可能就是到處被趕 他也沒有一個完整的場地 或是Park 像國外那樣子 即使有 他也可能只是某一次的 一個小建設 然後 卻沒有人一直去維護那個場地 然後 所以變成每個領域的人 都很辛苦在經營自己那個 區塊的事情 那像是塗鴉這種 創作藝術的話 在台中也沒有被正視過 但是 其實你去大港開唱 會發現每次 六號病毒都被邀請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 就是 他明明是中台灣很知名的 塗鴉創作團隊 可是 高雄是 好像比我們還在乎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才會想說 那 就是會覺得說 嗯 我們既然辦了一個音樂季 不要說 就是只是音樂 而是 我們希望把台中的朋友都一起找來 然後讓他們也都 可以讓大家 一起玩 就是我覺得就是有點像同學會 然後可以讓 來的人 來的人也許原本就知道這些東西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這個音樂季 然後知道 我們在地有這些團隊 或是 原來有這些運動 還是說這些 創作的方式在這樣子 嗯 然後 因為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那個場地真的很大 我們這邊要找很多東西把它塞滿 不然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第一次三線 它其實它主要有賣點是 它在山上 它的自然風景 會很吸引大家 那這一次一到駕訓班就變成 其實它是一個山坡上的平地 然後我們會希望那個地方是比較豐富的 對啊 而且因為它場地很大 所以像滑板 單速車 它就可以盡情在那裡 對 運用這些東西 說實在話 我覺得台中市的藝文啊 我常常都會覺得說 如果我是官員 其實我有時候會用這種 這種 這種點去想 因為我們常常說他們做不好 對 那如果換作是你會不會比較好 哦 我有時候會這樣去想 因為這樣想台客來講 是 比較公平 對 比較公平 對 那 我有時候 我有時候想到後面 我都會覺得說 其實我要是 文化局長 其實我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好像都不太需要做 反倒是不要去辦 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都陷入一個 好像說要 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那每年都 花很多錢 在辦所謂真的是有效益 他們認為啦 有效益 看得到人 很多 然後可以讓人覺得說 熱熱鬧鬧的 那種大 大活動 像Jazz 那個 爵士音樂節 就是像那種 大的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 對台中來說 其實 沒有特別的有效益 因為 藝文這種東西 藝術跟文化這種事情 一定是從下而上 不可能說 你上面跟你講 他許一個願 說明天我們要超有藝文的 第二天就會變成超有藝文 不會是這樣 一定是大家慢慢積累的嘛 一定是有一些人 特別喜歡這一塊 然後慢慢去努力這一塊 去分享這一塊 然後整個氛圍 他才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好像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覺得我們需要做 做什麼事情 我應該要做的是 想辦法去幫助這一些人 他們想做什麼事情 就可以來提出來 然後只要OK 我們就可以幫忙他們 不管是從錢的上面 或是從去資源的面向 幫他把交通問題處理好 這也是一個幫忙 對 那我覺得其實 他們應該是要去做的是 這種從旁去協助 去支持 而不是自己去辦 因為他們自己 可能不是一文圈的人 然後他也只能去發包 那接完案其實也沒有用 也不盡然都是用我們這裡的人 那其實這個 做文化的面向的東西 如果不能在當地留什麼東西下來 那基本上 基本上是蠻糟糕的 是沒什麼效益的 對 所以你說 對未來希望怎麼樣 我真的就是 其實說實在話 我真的希望他們不要做太多事情 他做的越少 我覺得好像會越好耶 所以說反而不會是壞事 或者說覺得可能 我們都太指望 就是官員可以幫我們 把一些事情都處理得好 OK 都弄得非常順暢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會 我們才會氣嘛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 我們在對他們這個 你所有期望的那部分 可能都沒有 都沒有成真啊 所以你 希望比較高 你可能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可以自己來做的 那 資源面向上 盡量的去整合 對 那 在我剛剛說的 他們能夠來幫幫的這件事情 還沒有成真以前 真的就是 所以我會很希望說 所以我剛剛才會講說 用賣票來做 每一張票 其實都對我們的支持 鼓舞都很大 好 好 好